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七场,我们看看仪班千八 长一些路程的赛事,出卖也不满压11匹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白衣的路路绳出得快一点 中间发财先锋,例牌都在前面 内档安彩就骑出来 跟着出来,红衫那一匹是少哥宜 然后有天使,暂时跟在发财先锋的后面 多数都是留在这个位置跑 再跟着的马先锋,跟着他出来 然后就沈习成那一队 快益线在二碟,内档同舟共济 他是严本之一 接着还有很久没见的健康快区 粉红三,在尾三位置 尾二位置,暂时勤德兼备 暂时零零叮叮到口笔加州十大 跑了接近600米 前面带头安彩拍着少哥宜一起放头 发财先锋守着第三位 这个位置都可以 然后锋里哥二碟的第四位 在他之下扣垂的天使 过几码位之后,快益线 同舟共济内档的第七位 路路省起步就快 但是快没用 路走三碟,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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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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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中間那隻肯定夠位 讓他拿到一個漂亮位的銅州共濟 外檔上來,天使帶外檔健康快區 還有百多米在前面,天使出來 銅州共濟長途馬,一步近一點 外檔健康快區加入戰團 三百馬拍著鬥時,結果內檔贏 銅州共濟贏,健康快區第二 天使第三,第四名上來 都頂得住,發財師傅的內檔頂住,勤得兼備 贏得很合理 我覺得這隻綠色帽,銅州共濟 上一次那場都出色 其實上一次那場很厲害 慢步速,沒有載短,追過第二 舒畏,電信巴打,這次的價值 發財先鋒,大熱門 發財先鋒,這場也主動 發財先鋒,只是沒有Vin都不應該大熱門 跑到現在都贏不到 還是覺得二班被綁有少許壓力 較為力一點,看看大家怎樣想 頭髮就是八號的銅州共濟 另外第四名就是一號的發財先鋒 第二跑第四 沒多過第四,真好運 第一分段時間 第七場,頭斷13秒97 第二段21秒59 第三點23秒44 第四段23秒73 二十三秒63 賽事時間1分46秒36 發覺標準時間1秒14 加晴第二場,立即到位 同州共濟 一齊訪問一下連馬師15集成 其實上季贏員都跟馬主謝先生說了 因為他的脾氣都是很光烈的 他閹完手術他明顯是定了很多 上場是一個超慢的步速 他之前有少少微微的燒 慢功夫慢了一兩三天 他都跑得很好 其實那個第二追上來 唯獨他一隻追上來 最快沒掉的就是最快 今場OK 馬主想找巴道 巴道當然肯騎 巴道今場的發揮真的很厲害 是呀,你見他都一步不蝕 加上一個快步速 又剛走他就跟得舒服 我想十一月二十一場二千的 預班 我們都會報那場去排 上次的賽職 全世界都看到了 變順巴打操控的步速 操控得又慢 操控得一絕千斤 一贏短碼頭 1650上次是嚴短的 今次的路程又適合 贏就很合理 像你說的分頭都算OK 不是大熱門 大熱門就是獨贏的 有時大熱門要考慮 你買WIN的時候是怎樣 發財先鋒 我都相信 就算這場你跑第四也好 你不可以否定他演出真的很準 但問題是他準 就是第二第三名那裡 獨贏真的要考慮這一點 即是跑到適合都贏不到 因為他每段不是很喘 他流於軍足 總是會有隻馬贏到他 留意一下連馬斯就說 同州共濟步跑 還有十一月的二千 較為長途的賽事 看看再出情況如何 另外一隻馬 都可以提一提就是天使 其實以色然啞個位 加速力比想像中都厲害很多 所以今場賽事的第三名 真是合格有餘 那隻老馬勤得兼備 雖然這場沒有上名 但他都走得蠻虧的 因為他都轉到最外跌那裡衝 那他真的還有兩腳 回到來 可以拍照 賀銘連跑 今天還要跑 這些馬都可能被他捕得回一場 如果撞到弱些對手 現在可能落三班跑 因為他80分 我們馬上看看第八場 這一場是國際二級賽 正英門 跑千二 一匹是新人王 一匹是短途馬王 覆日對金鑽貴人好看 這場馬 一起步的時候出得快一點 外檔那邊很眼光 金鑽貴人王衣熱到17元 一匹是騎出來 標之智能起步其實都不算很快 這裡只騎上去 反而起步最快的是覆日 本來出閘帶頭 這裡有馬姐還對 後些位置 速遞騎兵這匹都很久沒見 內側藍衫的那匹是8000C 然後就標之未來 在內側是偉小寶貼藍 還有當家侯王 暫時在美那三匹 街運財重草成名顯心聲 入彎的時候 金鑽貴人戴頭 標之智能跟著他 三貼很眼光 貼藍第四福日已經抱著你 接著還有速遞騎兵 8000C走外檔 標之未來 接著還有偉小寶 當家侯王 釘出外檔照 從草成名街運財 包免還是顯心聲 入隊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21秒800是第二段 拖著都那麼厲害 金鑽貴人 這裡的勢力很好 不過後面的勢力不是你 他也好 福日上來貼著他 外檔上來有偉小寶 內檔上去八千絲 但我當是從草成名 還有街運財 最後百多米 前面的金鑽貴人 頂不頂得到 不行 這隻老手更厲害 福日真是短途馬王 後面殺上來顯心聲 他出了第一名福日 第三名金鑽貴人 第三名就顯心聲 上來拿第三名 第四名就是八千絲 我打算勝負組斷決定了 因為金鑽貴人 當不像組斷的大力騎 黃三潘頓 早段他搶位 其實他現在起步 真的沒有之前那麼快 他也不止一次 他大力騎才能放得到 但巴刀又不是 他輕輕鬆鬆 他又能夠爛 這裏我想就是 決勝負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還多了 還有第一次遇上這麼強的對手 很厲害 我想火候上真的差點 你對比福日 這個第二也不失望 衰敗由榮 很厲害 你看他分段時間 你看到他搶著過來 先頂到第二名 早段用多了少少 重組成名又怎樣看 轉個闊彎 他同位那隻雞運財 你看彎位是甚麼位 今天那些位 在被動 其實一對都不差 你別以為他回來很沒有 不差 他追很多 演出不差 誠意差少少 另外顯心星捐位上來的第三名 都不錯 一有位之下他都追很多 這都是群組一馬來的 第三名照片 提到2號冷門的顯心星 八比兩匹 而第四名 有10號的八千市 這匹都落飛 八場訓練時間 頭段23月52 第六年21秒88 每段22秒38 賽事時間1分7秒78 法局標準時間5-7 捧走精英碗 就是練馬斯高帕新的福日 我們一齊訪問多次高帕新的廣師 唔看著生高帕 tease 來終日 この追加 我覺得他會輸遠 他會有很痛 平常 從這時候 我被圆說 他總之 沒什麼 這支 你 他费9-1 and I think despite the weight that price really is extraordinary I think he is such a good athlete he looks after himself well and I will be relying on KK his groom he does such a good job with the horse and Steven is rider and I will be leaving all that in their expert hands but a huge big shout out to the team because it's a long time from April to October in any racehorse career 他們做得很合理 其實潘頓今天一來沒什麼運氣 一來沒什麼靈氣 很多人都八檔開外 畢加爾人都吃虧 沒什麼靈氣 你見他放得不好 紅龍那些看來看去又不放上去 結果又走了三疊 這個金鑽貴人 他就很用心跑 他這次拿回這匹馬跑 他想克服外檔 但真的欠了運氣 你抽了十一檔 真的用多了 主要對手也做得很好 想不到複日差不多是第一隻出閘 出了閘後 你剛剛有馬姐 他開正他的飯 練馬斯也有提到複日 這場賽事有9.2倍 這麼好分 同場對手金鑽貴人 其實真的很厲害 對著這麼厲害的吸制賽對手 看來日後的寄望 都仍然有在 熱得過分了些 不過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明星馬 其實複日應該是明星馬 大家對他的寄望 金鑽貴人熱在寄望上 希望現在趁著他輕綁 複日可能出來熱身 這次搞定你了 誰知道複日 其實上季都說過 他都不太介意 二級賽都開始贏 以前不是 二級賽多數跑得不好 上季開始已經不同了 對呀 因為你見到他 由上季一路贏著上來 一路對著不同的對手 其實場場都交到一個好的成績 所以都要繼續留意 一些側身馬上來挑戰強手 這一節我們看完休息 回來看企業的兩場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